手游酷玩 就贴上这个大嘴 这个欧鸟啊 它会对我们造成一个血云伤害 但其实是跟第一张 地面的这个蜘蛛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那在第二张 咱们需要去完成一个抓捕 去抓这个大胖的僵尸 但它没有出现 也算是比较坑 那这样的话 咱们只能去累积这个金牌 如果你抓不到特殊僵尸 那只能去累积金牌 去攻击我们的僵尸王 利用僵尸王来进行压仗 当前关卡的僵尸王 可以用于任何僵尸随意的压榨 它是属于是无级别无限制的道具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酷玩 好 这里把僵尸派遣到压榨机器 那小鬼的话就不用了 千万不要用小鬼 那买的话也买不起 两万五才能买起呢 看来咱们还需要大量金币 再次出战准备前往第四章 或者是练补一下 这个第三章的僵尸王吧 这个僵尸王 咱们还没抓过呢 是个雪怪啊 我去 这个家伙 是个雪怪僵尸 他跑了 我去 你说你这个家伙 他是有什么特殊技能吗 感觉好像是跑得快一些 比之前的僵尸 他就来变成雪球了 这个家伙变成雪球的期间 相当于是无敌 是有一个护盾的出现 咱们必须把这个护盾打爆 才可以攻击他 他的速度要比之前的僵尸王 要快很多 而且这个家伙不老实 总是上算下跳的 让我们很抓不住头脑啊 没法抓住他的把柄 而且他会有一个无敌技能 那么如果你在这个第一阶段没有抓到的话 那么只能再次进入森林 再进行第二阶段的抓捕 好 咱们进入皮尔阶段 那僵尸王的话剩下一滴血 那这次你跑不掉了 那进入二阶段的话 这个时间会稍微比之前快一些 他只剩下一滴血了 就比这个好抓 你往哪里跑 今天这个家伙动的还是比较快啊 让我们有点抓不住头脑 几次这个内疆枪都从他的头部飞过去啊 你看又没有抓到 哎 抓到了 我去这个历经千辛万苦啊 把这个僵尸王给抓住了 那第三章的话 吃这个血怪也其实一点不惊讶啊 因为第三章也是围绕着血片来进行游玩的 那又到了第四章 咱们看一下唐人街 还会有什么新僵尸出没 那如果你不解锁新僵尸的话 那这张图就永远是这个僵尸了 他飞了 这帮人利用这个雨伞跳个更高 那我们只能利用这个武器了 还好 他把这些僵尸全部演出来了 咱们直接一个特斯拉武器四抓 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困文 请订阅手游戏